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彰化县各界庆祝农民节大会 在这边谢谢我们所有的26乡镇的农会 可以说把我们基层非常优秀的农民往上来承报 经过我们县级大家层层的来把关 推荐出我们最优秀的农民来参加全国的比赛 我们今年不但有我们的16位的百大青农 那我们今年也得到了神农奖以及模范农民等等的一个表扬 那再再呢要谢谢我们县农会总干事所带领的团队 以及26乡镇农会所用心努力 让彰化的这个农业能够不断的持续发光发热 彰化县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农业大县 我们彰化县的农特产品 不管在北农也好 还是在新北的消费市场 都是广受我们消费者的喜好 甚至于还有一个还有回购量 所以这再再的也要感谢出我们26乡镇的所有的农会 总干事们大力的一个推动一个支持跟辅导 所以我们彰化县的农业在我们全国都享有一席之地 还有也不错的一个名声 全国十大神农奖得主陈玉雄 经营育品源畜牧场从事蛋鸡饲养 结合循环经济的绿色放牧养鸡 开发彩色放牧蛋 手工蛋卷 放牧低基金等多项产品及礼盒 广受好评 为畜牧业树立典范 那我本身是饲养放牧蛋鸡 那我的鸡就是在户外活动 它可以照到太阳洗沙窝浴 那我的饲料是添加了亚麻人籽 还有自制的益生菌 让鸡汁的消化道还有呼吸道可以更健康 那有健康的鸡就会有健康的蛋 我的鸡份就是我们要废弃物循环再利用 所以我去做有机质的肥料 让我们的肥料可以用在农田 达到循环经济的永续 那也是这是我参赛的 最大的获得的亮点 另一位十大杰出模范农民得主 许鸿斌 经营热农发生技农产行 他以种植桑盛农业为主 提升桑盛六级产业化 推广食农教育 颇受业界好评 我主要是在我们彰化线皮楼乡种植桑盛 有做这个农产品的初级加工 坚持的理念是有序永善 他也有开发多元的养生茶包 很感谢政府相关单位的辅导 还有家人的支持 让我这样从农这十几年来 可以一步一脚印啊 然后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所以还蛮感动的 王宪长感谢所有农民常年的辛劳 提供大家优先的农特产品 也感谢彰化县农会与各乡镇市农会一起用心 还有农改厂协助提供相关农业研发技术 一起让彰化农业持续发光发热 公益频道林义俊西周采访报导